提及古代帝王,大家都会想到许多人物 其中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 欧洲驻国好歹还出现过一些女性统治者 比如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等 而在东方,由于传统文化 女性很难成为统治者 大家熟悉的女皇帝只有武则天一人 最多再加上日本的女天皇 其实在我们的邻国越南 也曾有过一位经历坎坷的传奇女皇 宋家定十一年,公元一二一八年 越南李朝慧宗离产的子女诞生 出生不久就被册封为了昭圣公主 越南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李朝昭皇李天心,又名李佛金 她是李朝慧宗皇帝的二女儿 由于李慧宗体弱多病 朝廷朝政,北外起尘世把持 公元一二四年,殿前指挥使 陈首夺逼迫 李慧宗传位给了年仅七岁的李佛金 是称李朝皇 因为李慧宗无子,废掉旧皇 令丽心皇 只能从他的女儿选择 大女儿顺庭公主,年龄较大 不好控制 而且已经嫁给了陈首夺的侄子 陈柳为妻 小女儿胜召公主李佛金 年龄小,正好可以被控制 于是他的二舅陈首夺 就把他变成了越南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没错,是二舅 李佛金的母亲陈世荣 是陈首夺的表姐 陈世荣的大女儿顺庭公主 嫁给了自己大舅家的表哥 后来李佛金 也嫁给了大舅家的另一位表哥 跟姐姐还坐起了轴理 这还不算完 后面这关系更精彩 咱们先往前倒倒 那几百年的越南历史 和其相似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建立丁朝的丁部首 原始吴朝的歌曲军阀 平定十二使军之乱后 娶了吴朝后裔吴日庆之母为妻 又以女儿嫁吴日庆 还让儿子丁连 娶吴日庆的妹妹为妻 也就是说吴日庆是丁部领的儿子 丁部领是吴日庆的老丈人 丁部领的儿子丁连 既是吴日庆的大舅哥 也是他的妹夫 耐心看完友友们 后来丁部领和儿子丁连被宦官杀去 全城改地丁锐为帝 时到将军殿前 指挥使李桓 与丁锐的母亲杨云娥 勾搭在了一起 废了丁锐 离朝又诞生了 李桓娶去了前朝太后杨云娥为妻 生了个女儿离世佛吟 嫁给了左倾卫殿前指挥使李公文为妻 不用想 李公文建立李朝 也就是李佛金 他们家太祖爷 到了李佛金 他爹 惠宗 李产 这儿李朝已经历经到八代 只不过后几代皇帝不争气 朝政被陈氏把控 老陈家 据说是福建来的 有两只陈首都的父亲 叫陈红义 唐伯叫陈李 陈李把女儿陈氏荣 嫁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李产 李朝后代皇帝产弱 陈氏庆的儿子陈四庆 起兵掌握了朝政 陈四庆死后 在李朝会宗时期 正事都归陈家把持 以陈庆祠的弟弟陈诚 为辅国太尉 以表弟 也就是皇后的堂兄 陈首都为殿前指挥使 朝中大小正是由陈首都裁决 这就有了后来李佛金的登基 这之后的故事依然狗血 由于朝圣公主李佛金 深受李慧琼喜欢 还被册封为皇太女 在家之年龄小等因素 被陈首都立为皇帝 女皇帝也姓李 陈首都的皇帝的亲妈 陈世荣还是不安心 决定给她配个陈家的男子 想来想去 陈城的小儿子 年仅八岁的陈怡就进了宫 接着绕狗令 也就是说 李金佛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自己亲妈的外甥 自己姐姐的小叔子 他和姐姐成了轴礼 关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回归正题 家定17年 公元124年 陈首都公然废除惠宗 拥立李天心为帝 随时他刚刚7岁 是成李赵皇 次年因担心惠宗皇帝复辟 陈首都又派人 逼迫惠宗自杀 还恬不支持的改年后 为天章有道 为更好地控制这个小皇帝 陈首都就打算在家族中 找个余李天心 挑起来差不多的小男孩 送进宫来 陪伴监视李天心 挑来挑去 陈首都觉得 他的侄子 陈首都和李天心比较谈得来 过了一段时间 陈首都便谎称 李天心相撞了陈首都 大正旗鼓地为两个小孩 举行了大婚 就这样 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子 就稀里糊涂地 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大婚的喜庆还没过去 陈首都又急不可耐地 替李天心以礼到圣旨 以便将皇位 宣让给了陈首 后者正是越南陈朝的 第一位皇帝 史称陈太宗 就这样可怜的李朝皇 刚当了不到两年的皇帝 就成为陈朝开国皇帝的 昭盛皇后 陈世王朝建立后 李天心俨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后 然而他却依旧处处受人控制 天应正平六年 公元1237年 陈首都已结婚十余年来 从未诞下子嗣为由 将19岁的昭盛皇后 李天心废掉 降为昭盛公主 随后逼迫他下嫁给 抵御蒙古大军有功的 李府陈为其 姐姐顺天公主 则成为了陈太宗的皇后 越南远奉八年 公元1258年 太宗陈炯宣布 上位于太子陈皇 陈胜宗 自己退位 改成太上皇 殊不知 这个年轻的新皇帝 却喜欢上了李天心 又把他从 李府城手里抢来 并立为皇后 结果当年就剩下了一个儿子 即仁宗皇帝陈金 此后 圣昭皇后 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 直到二十年后逝世 在拟取嗜好的时候 朝臣们犯了难 最后 陈皇拍板 决定追视其为 招皇帝 她也因此成为越南史上 唯一获得皇帝嗜好的女性 纵观 李天心的一生 虽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和卓越才华 但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比起武则天 也毫不逊色 一生经历 皇太女 皇帝 皇后 公主 大臣 夫人 再到皇后等多重身份的转变 实在令人则则称奇 作为一个生在帝王之家的女性 李天心无疑是不幸的 而她能够在六十岁时安祥去世 倒也算得以善终吧